男狼有六大现役球员打到了世界级别的水准 崔永熙搭档上赵纪伟可以说打出了五姐的组合 另外乔尔九尾棋大力提拔的两大中锋 外加上的前锋的阵容更是展现出了巨大的能力 那么其中我们的这六大世界级别的球员 能否帮助我们在世界杯大赛引下胜利呢 其中我们不妨从六个点和大家聊一聊 第一点 崔永熙在国际赛场当中打出顶尖的水准 并且在乔尔九尾棋看来达到了NBA的水平 而且符合世界级别水准球员的实力 其中崔永熙这名球员 他在球场当中搭档上赵纪伟首发出帐 可以说成为男狼国家队最值得信赖 最值得依靠的一组后卫阵友 因为大家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身高1米99的崔永熙 他个人的狼球天赋 尤其是弹跳能力极高 所以他在球场当中才会帮助男狼国家队 取得这么大的胜利 而且赢下了二连胜的同时 也让崔永熙个人的实力得到王权的证明 有了他在球场当中打出的强大水平 被乔尔杰维奇给挖掘上来之后 未来男狼国家队将会增添更大的竞争筹码 并且崔永熙这名球员确实还很年轻 才19岁 未来的潜能将会更加的巨大 那么我们男狼国家队 相信崔永熙一定会达到世界级别的水准 而且未来能够增长NBA的赛场 成为男狼国家队最顶尖的二号位球员 第二位他就是赵继伟 赵继伟具备的稳定性发挥 以及他的庞贷能力超强 可以说赵继伟他的个人能力 符合乔尔杰维奇他的用人安排 而且在乔帅看来赵继伟完全能够达到世界级别的水准 因为当在热身赛的比拼过程当中 已经到了两战世界大赛 我们面对哈萨克斯坦跟伊朗战队 赵继伟都起到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作用 因为乔尔杰维奇也对于赵继伟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其中他就有提到了 赵继伟的打法非常的聪明 而且他的球伤特别高 这也是乔尔杰维奇在球场当中 大力提拔赵继伟的重要原因 因为大家都能够明确的感受到 确实包括了赵继伟以及我们的崔继伟 两人的组合打得相当的炸裂 两人在球场当中天一五凤一帮的配合 真的是让我们的狼狼国家队 打出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同时能够在球场当中挖掘出了更多 躲冠的可能性 因此赵继伟这位顶尖的MVP球员 上个赛季帮助辽宁队躲冠只是一个方面 直到现在甚至在国家队当中 连续受到三大教练的亲迷 被三大教练提拔上去 其中包括了里南杜峰 还有现在的乔尔杰维奇 在乔帅的大队之下 赵继伟他的实力才是得到最大的发挥 而且他的潜能也被激发了出来 第三位 那就是球队当中的张正林 张正林具备的爆发力 以及他在球场当中打出来的水平 一直以来都是处在国际级别水准 因为大家都能够明确的感受到 那么张正林在过去的赛事确实爆发力极强 尤其是值得一提的 来自于他的弹跳能力 以及他的篮板球能力 因为张正林他确实在篮板球的数据方面 甚至要超过了王哲林跟胡金球 在本次的世界杯预选大赛当中 张正林两场大赛一共轰出了七个篮板球 那么对比起周期的16个确实有巨大的差距 但是他要比王哲林跟胡金球分别拿到的六个篮板球都要高 所以说张正林他在国际的赛场当中 抛开其他的进攻旁贷能力不说 他个人在篮板球方面确实取到了很不错的效果 另外在三分球方面 张正林也能够贡献出三个三分球 随着他外线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之后 确实在男篮国家队也打出了巨大的发挥血平 所以说张正林这样优秀级别的球员 确实一直以来都在球场当中被受大家十分的认可 因此对于张正林来说 他能够达到国际级别水准 而且未来的发展潜力特别的巨大 这也是我们的主教练乔尔杰伟奇 他接下来要大力提拔了一名光剑的成员 所以说对于张正林这样优秀的主力 确实值得大力认可 第四位 吴钱 他具备MVP的水平 而且在国际赛场也能打出很顶级的水准 因为吴钱这名球员 大家对他的了解程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了 虽然说过去的杜丰 没有大力提拔吴钱 让他去首发球场 并且成为男篮国家队的顶级后卫 但到现在的乔尔九倍起 反而把吴钱他的潜能全副激发了出来 因为在乔帅看来 吴钱这样优秀的球员不应该被白白浪费到 他更应当在球场当中充分展现出自身强大的发挥水平 并且吴钱他个人的发展潜力也是特别巨大的 应当在赛场当中把我们的实力全部贡献出来 而不应该让我们具备MVP的球员 反而一直隐藏着不去用 过去的杜丰确实失策了 确实误解了吴钱 而到了现在的乔尔九倍起 反而让我们的吴钱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确实具备顶尖的水准 所以说吴钱赵就位跟崔永熙三大后卫 正是我们乔尔九倍起 要在国际赛场当中大力提拔的球员 甚至在发展潜能方面 要比我们的赵瑞跟郭艾伦这两人更加的稳固 而且打出来的水平得分要更高 第五位周琪大魔王 他具备的防守能力跟篮球是国内最顶尖 让周琪来接班一键年的位置 虽然目前的综合能力还没有完全达到 但是周琪他个人的发挥水平 也就是国际赛场当中不可多得的一位顶级中锋 因为周琪他确实过去参加过NBA的大赛 而且在过去的这两个赛季当中 周琪一直都去到了澳大利亚的赛场去增长 自从他在NBA的赛场回归之后 大家会发现周琪他的稳定性越来越高了 变得更加的成熟稳重 不再像以前的那样变得非常的虚无缥缈 也不再像以前的那样 说话方面会有一点骄傲的成分 随着周琪他的能力越来越强大 并且个人的心态越来越成熟之后 确实对于男男国家队接下来的发展 以及比赛都会具备更高的水准 最后的第六位就是一届年 你要说男男国家队现役的球员当中 真正能够具备国际最顶级水准的球员 其实除了一届年以外 其他的五位成员都只是勉强能够达到而已 而一届年才是真正能够跟国际接轨 能够在国际赛场当中排得上号 并且能够非常稳的一名核心中锋 因为阿联 他其实在国际的赛场当中 早已得到充分的证明 其实意见连已经不用再多言语来解释 或者去说意见连哪里好哪里不好 更多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明确的感受到 阿联2米1三的身高 外线三分球超准 外加上中距离的投射 以及内线的爆发力都非常的完美 所以说如此优秀的意见连他完全符合国际赛场的水准 只不过现在37岁的阿联确实受到年龄的限制 当时我们也渴望了意见连他在伤病没有受到影响的状态之下 可以重新回归帮助囊囊国家队再这样一场 在国际赛场当中再次大涨身手 这样的话才能帮助我们在世界杯的大赛的稳夺比赛的胜利 而更加有机会搭进三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 共同去争夺我们国际大赛当中更好的战绩 所以大家认为综合了现在的后卫崔永熙 五前赵纪委 前锋张志宁还有中锋的周期跟一届年 以上的六大国际级别水准的球员 您更认可谁 更支持乔尔杰维奇提拔谁 才能够引下我们的胜利呢 留言论区聊一聊您最支持的世界级别的郎郎球员 到底是谁 感谢大家